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新西兰伊德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班人又够时间出来吃人血饭头了 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就是国安处在今年3月8日的时候 在这个秀某平拘捕了一个23岁的港女 根据他的社交媒体 出了不是一次那么少 是多次发布了一些具有煽动意图的贴文 再加上一些相片截图 再加上一些字 转载什么都有 包括一些要憎恨国家和特区政府 再加上这就是最夸张的 就是一些港独字句 加上这些是怎样的 原来他就要更换身份证 所以才回来的 如是者 后来也被拘捕了 要看一看 如果你自己 这样回来香港 当然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要回来 要留意一下风险 还是怎样的 不知为什么这个港女就这么傻 或者为什么要这样做 又或者他以为警方是看不到 是留意不到 当然那些人要开工 说他吃人血馒头的话 当然他说到国安法 就是什么文字玉 还是怎样的 其实很老实说 你们看到这么多宗都是这些类型的案件 在一些社交媒体 写了这些东西 说了这些东西 做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被拘捕 也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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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女孩 当然是否在国安署网上找到她的 其实也是多得 国安署的微信举报热线 当然很多里面 很多都未必是真的 或者未必是真实料 因此也见到这个投诉 当然也会看一看 原来真的是真的 所以就去拘捕了她 当然拘捕了之后 日本媒体也有报道一下这件事 之后那些人也来炒作了一段时间 当然警方调查了之后 再征询律政司的意见 就在6月15日 就正式落案 起诉她作出一项或多项 煽动意图作为宰 如是者 今天 就可以在西九裁判法院提堂了 说回这件事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女孩 这些年轻的女孩 就这么有港独的思想 而且也在日本读书 如果你又在外面留学 但是又这么港独 又觉得香港应该要独立 又觉得特区政府 你这么恨她 甚至国家方面也这么恨 为什么你还要回来香港换身份证呢 其实就不应该 是吗 你说到香港这么可怕 不过很多时候 就是这个人 他在网上说的东西 都是很不负责任 觉得脱口说 就无所谓 以为不需要负责 但私一想不是这样的 是要对你自己网上说的负责 第二就是 他是有人举报他的 那怎样举报他 怎样可以发现到 他有一些违法的内容 发布在社交媒体呢 当然就是 他身边的网 或者网上的朋友 发现到他 发布一些违法的东西 所以才举报而已 是不是呢 所以严格来说 不是警方主动去调查 每个人在网上发布的东西 而是有人举报 然后作出调查的 举报的 就是说他身边是有朋友 觉得他说的有问题才举报 对不对 因此他们又对于这些行为 有什么1984 甚至乎有些涉听者 就是身边很多人都监察着你的 现在个个都是鬼来的 个个都会有机会去督灰 去举报你的 又说香港人已经变了 真正的香港人就要离散 要去外国才行的 对吧 对 如果像这个女生这样 如果你在日本读书 你觉得 在乡下读书 也有自由的空气 又说这里的文化很好 这个又那个 十万个理由等等 你其实 你又觉得香港应该要独立 或者不应该是被 你口中的港共政权去管治的话 你应该老老实实跌下心脏 认识架子 然后就去 嫁给他 对 没错 跟他结婚 留下在那里继续住 那就可以了 要么就是这样 对吧 又回来 去换身份证 换了身份证 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都被印在那里 对吧 没错 最令他觉得奇耻大辱 应该反转之后 是有他的样子 对吧 怎样可以把他的名字 和他的样子 和你口中的港共政权 还要给你一个编号 即是你的身份证号码 为什么 应该独立 那时候他们好像自己设计了一张 香港人的身份证 在2009年的时候 没位白痴的 小学生奴作地做 不过他是借这些 做这些东西来做文宣 主要目的都是 因此如果现在正式落案 起诉这个女生 这些就与人无由 当然了 如果你说到这么黑暗 或者说到这么夸张 还需要搞这么久 要花这么多时间 才去征诚完毕律政司的意见 立刻搞定 立刻带他上庭 立刻拉他坐牢 就算了 所以这些就是你们自己 以身事法的 你们自己都知道 尊丰 对吧 你打从心底 都知道你自己 你在日本留学完 之后就要回来香港 对吧 就是了 根本没有说过要移民的这个人 如果不是他也不会回来 拿这个身份证 对吧 但是你一边又这么恨香港 一边又要继续在香港生活居住 其实这种心态是什么呢 你这么恨这个地方 但又要留在这里 其实是不是很矛盾呢 我觉得他本身已经很矛盾 当然是难的 不是这么多的地方 都可以容许这些人继续留在这里 当然有什么英国 也有什么加拿大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 可以给你们选择 但我不知道 这个女孩去日本 如果这些人 贴上去的时候 他会觉得 没有问题 没问题 为什么会觉得没有呢 因为他看得多 太多的黄友 是否已经KOL 或者那些已经离开了香港的人 甚至乎他走了去Biennoguer 那些围炉区去看 你看一下 看得多的 他们可能真的有机会 打算是不会再回来 还是什么 但是你不是 如果你当作 他们也是这样写的 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你不拘捕他 他没有回来香港 那就不拘捕他 拘不了他 对的 你要先看清楚自己的状况 所以这些女孩 不经大脑 是很傻的 什么都以为在网上 说什么都不用负责 现在就要让他感受一下 这个教训是如何 这个教训 我相信对你来说 都很深刻的 说几句话 就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不是说几句话 在这件事上 因为他所说的 是很可能会令到其他人有所影响 而影响可能会导致一些犯罪行为出现 其实这样去拘捕他 其实是一种防止罪案的一种办法 和一个工作 对不对 绝对是 所以警方也提醒市民 再三再三 其实我们不厌其烦 也想多说几次 就是说 作出具煽动意图作为 是属于严重罪行 首次定罪 是可以被判处监禁两年 所以叫大家切勿以身示法 这些女生 我不知道你只看什么文宣 只看什么 看得多 为什么你不留意 这些新闻 你们得到新闻 ��人说 哈哈很可憐 胡罵捞人 说下都不行 没有言论自由 这些这样都说了 即是等于那些 你们对于立法会员也好 特区政府也好 说了一些说话 你们觉得像奇怪点 或者是暗示 或是骂你们 或是笑你们 或者刮你们 你们已经大致标题 把这个道德标准提升到 如果跟耶稣降落一格就算了 把道德標準去到那麼高 說錯一點也不可以 也要網上不斷變態 但如果你們說到這些港獨 甚至詛咒特區政府的官員 快點歸天或其他煽動侮辱 甚至要去害警察 還有身體的 如是者應該要坐牢 如果你們用道德標準的尺來量度 所以我覺得一點也不妥 當然標準是用香港的法例來計算 不是用道德標準的良心伸縮尺來量度 但假設我用你們的標準來量度 你們可能不止兩年 你們的標準那麼重要 這個是的 他們的標準可以很高 不過也很飄乎 他們的標準是跳來跳去的 對於他們就手鬆 對於別人就嚴謹了 對於你和他政見不合 他們就可以向你潑而言液體 然後還點火 對於你罵他的時候 他就會動手 但如果他在說話的時候 你移動他 他就好像剛剛在英國修咸頓那件事 又說要找英國國會 又說要看看是否赤化 又說要檢討內地去到英國的留學生 這麼誇張的 整理兩腳幾拳 當然我們也說過了 即是我們鼓吹別人在街頭互相 穿著 記住這不是我們想鼓吹的東西 只不過 說回比例和問題在哪裏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要檢討全英國的 內地的修生標準 又說要去大學 要怎樣隔離這些學生 當然 學校也不會理你那麼多 又要檢討 那個檢討 又說什麼安全部大神 嘩 這樣而已 你看 你們在 2019年那些 上水裸白 這樣 你們是叫人們離開的 還要把責任歸咎於 人家為何要清理磚 你們有沒有 矛盾呢 為何他們的觀點 和良心伸縮尺 搬來搬去就是這樣 你們自己 嘩 就可以去到這樣 現在你們自己 叫港獨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又覺得要言論自由 如果別人 說你們是 蟑螂 為什麼說你們是蟑螂 我還記得 那個行為 就像蟑螂一樣 又穿黑衣黑褲 又見到警察就疏 警察走開 你都供出來了 這個行為 真是像蟑螂 他在形容你的行為 哎呀 國仔 你也不明白嗎 不是吧 還有那種討厭的程度 對 等於這樣 你又罵警察用寵物來形容他 用動物來形容他 如果別人用昆蟲形容你 你又不行的 我還記得他們有一宗 真的去了向警察投訴科 說警察說他們是蟑螂 我記得 後來投訴是成立的 所以是公道的 其實他也是 只能夠接納這個投訴 因為這個投訴真的有這樣的出現過 真的有人這樣稱呼過他們 他也是按本子辦事而已 按本身應該要做的事來做 所以警方方面是公道的 但你們那群人就不公道 亦都是沒有標準 沒有準則 即是喜歡怎樣就怎樣 喜歡怎樣就怎樣 是的 嘩 寫一下就不行的 我們追求港度吹啥 其實都說了 這些是會涉及到違反港區國安法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都要以身示範 豈不該死 豈不該 現在那個 日本籍的 女教授 不知道會出來說些什麼 這個顛簿 這個顛簿很黃 如果遲些 這個那麼黃的日本女教授 再出來說話 我們要先編一下 不如這樣 我們今節先說到這裡 看看上庭會不會認罪 如果我買他會認罪 認罪了 我覺得 斷得正 是啊 如果你還在這裡 死硬的話 就坐多一段時間 坐久一點而已 總之認罪了 可能隨時可能 可能不用坐也未停 這個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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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那個量 聽聞就有多少 很多 寫了很多一段時間 寫得這麼開心 應該要好好地在裡面反省一下 看看毛孟靜到時可以教你英文 這次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